這個腳的問題 當然這個也就像剛剛乃哥講的 也不要唯眼聳聽 現在每個腳有稍微麻的 全部刮心臟科或者神經科 也沒有那麼誇張 大部分人確實還是像金穎一開始講的 就是說可能只是 譬如說最近太勞累了 走路走太多了 一些乳酸累積的症狀 但如果說你這個腳麻或疼痛的情況 一直都持續沒有好 可能好幾個禮拜 你就還是要做一些區分 甚至要去看醫生 怎麼區分呢 像之前節目也常常講 如果是老人家 你去摸他的小腿肚 發現他的肌肉量是很少的 鬆鬆垮垮的 其實要懷疑一個叫做 這個之前很多專家提過了 可能他年紀大了 缺乏運動或蛋白質摄取不足 但如果是年輕族群的話 一直都沒有好的話 就要想兩件事 一個是神經的問題 一個是血管的問題 我常跟病人講 我們身體就是兩條高速公路 跟台灣一樣 一個中山高 一條福爾摩沙 就一高二高 一條叫血路 一條叫神經 所以你腳 你在高雄這邊如果出問題的話 一定是從台北下去 這一條要嘛就是一高出問題 要嘛就是二高出問題 所以一條是血管 一條是神經 所以要嘛就是神經壓迫 要嘛就是血管阻塞 這兩個機會最大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七十歲的先生 他本身就有習慣會去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去公園 繞圈圈散步 快走這樣 那他一開始 他其實以前體能狀況很好 因為他從年輕就這樣子 有這樣的習慣 其實狀況都不錯 可以很順利的走完一圈兩圈 沒有問題回家洗個澡這樣 但他有一陣子 最近大概三個月四個月開始 他覺得他有點沒法走那麼遠 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好了之後 因為腳會痛 所以要休息一下 休息大概坐了大概五分鐘之後 又覺得好一點了 就開始走 走一走走 可能走一段路又要再休息一下 一開始他那個公園 最早他是可以一次繞完 慢慢變成說可能要分兩次 到最後就是接近 快要來我們診的時候 大概最後一個禮拜 他這一個小公園 他會停大概十次 就是大概走個十公尺 他就覺得腳不行了 所以後來覺得這個太奇怪了 他一開始是歸咎於說年紀大了 體力不好 但到後來他覺得 一個小公園走十次 這已經不是年紀大的問題 這應該是有其他問題 所以後來才來醫院 那他一開始先找神經科醫師 那神經科醫師檢查發現 神經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他來管我們心臟血管科 那後來我們去幫他做一個 叫超音波的檢查 確實他在左邊的腳 左邊的那個大腿這邊的血管 有一點狹窄 就是血路從八線道 可能變一線道 血路過不太下去 所以後來為了解決他這個問題 我們就用所謂的心臟管的方式 等於是進去把他拓寬 把馬路拓寬 拓寬之後他血路下得去之後 其實後來他回去行走之後 走的時間就變延長很多 當然不可能一出院 就回復到之前一樣 但是比他入院之前好非常多 他起碼可以分兩次 把一個公園走完 所以確實就是再重申一下 如果腳這個狀況有問題 其實如果不是肌少症 你就要考慮會不會是神經方面 或血管方面的問題 像一下朋友提醒我們 如果去做健康檢查 或去心臟血管科 其實要不要做一個 頸動脈的血管的檢查 對 頸動脈也是我們很常 很重要的 如果你狹窄或有栓塞的話 其實都會很危險 對 因為其實全身的血管是一體的 所以不會說你腳的問題 腳完很漂亮 但是脖子塞住 這很少見 所以做頸動脈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頸動脈是最靠近皮膚的血管 你不可能直接看到心臟或腳的血管 但是你頸動脈 你輕輕的超音波探頭 一看就看得到 很容易看到 對 如果看到這邊有問題 就可以推渡說你的血管品質可能不太好 是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做一個評估的一個項目 對 像剛剛陳醫師說的 就是假如是下肢的痠痛 就是要考慮就是神經壓迫或血管壓迫 那可能這邊用一個案例跟大家講一下說 你怎麼去區分 我講的案例是我自己的親阿嬤 我阿嬤她年輕的時候是種田的 所以她其實就是體力 身體狀況都非常好 她到六十幾歲都還可以自己搭公車 然後去逛菜市場 然後去到處跑來跑去都沒有問題 可是差不多到七十歲的時候 她就突然身體就出狀況 她就覺得說奇怪怎麼現在走兩步路 腳就會很痠又很痛 沒辦法走 然後沒辦法走以後 就只好找個地方趕快休息 然後休息以後再起來再走 還是沒有改善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取分 就像剛剛陳醫師說 假如你是血管被壓迫 你會走路會痠會痛 但是你坐下來休息以後 你起來你會好 你還可以再走一下下 然後你再休息 但是通常這種神經的壓迫 就比較不會 神經的壓迫壓到就會很痛 然後你坐下來休息 再起來再走 還是一樣很痛 沒有辦法藉由休息去改善 那我阿嬤就是這種狀況 然後他就覺得不對 他是不是老了 腳沒力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一聽到關鍵是說 又痠又麻 那我就說這個不對 這應該不是老化 就問說阿嬤 你今天走路 敢不敢給電到 然後我說突然疼一下 好像有被電電到這樣 他說有啦 一半天也有這樣 有一次兩次好像有被電到 那我說你這個不是喔 阿嬤你這個可能 就他就去看嘛 結果就確定他是 那他還因為他骨質疏鬆 結果他的那個脊椎骨 有一點就是壓迫性骨折 結果就壓到神經 結果後來才會麻 才會痠 才會痛 後來就去拉腰啊 然後還去打骨髓泥 最後還是開刀 才變得比較改善這樣 是喔 對... 像我的腰也是很不好 有時候我就是突然的喔 就跟他講 然後電到 完了 我就知道完了 就開始腰 這個你看 我們早上去洗臉台 有沒有 最起碼一定要這樣洗臉 都下不去 你知道 都要這樣蹲著 去刷牙 真的 完全出不了力 就那個地方是完全出不了力 壓迫到 你現在還會這樣 我就偶爾就 像我抱外孫 你知道嗎 一抱幾天啦 對 那問題就來了 但我就要去 愛給我們喬 然後我吃一點這個 這個肌肉鬆弛劑 結果就慢慢改善 你要只要不包 不搬重物 這個都是 抱外孫坐著抱 他不願坐著 那你抱 那叫子咚子需要去哪裡 去那裡喔 你等你以後外孫 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我們剛剛有什麼呢 Top 3是 腸抽筋就是缺鈣 真的 小心代謝疾病的問題喔 妳叫我媽媽 常常半夜小腿抽筋 那我們就想說 可能就年紀大了嘛 對不對 還有我媽媽這個地方常常癢 來 這裡好癢 我也是放在心面 只是就是沒有這種 醫學的嘗試 對 後來我隔了幾年 我就想後來 我媽媽就是膽管 所以我這樣追溯過來 我來想 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徵兆 我可以印象 乃琳哥 這真的可能是跟膽管有關係 是喔 因為其實臨床上有一種叫 膽汁浴肌的那種 肝硬化或者是黃膽 會造成皮膚騷癢 為什麼會騷癢 因為我們膽管是排膽汁的嘛 其實膽汁是肝臟做的 膽管只是像排出膽汁的一個通道 膽管有癌症所以塞住了嘛 所以它膽汁排不出去 那膽汁排不出去 其實會所謂倒流到血液裡面 那你的血液裡面可能膽紅素 就會比一般人高 那其實膽紅素高的時候 研究發現它會刺激我們人的那個 皮膚層裡面的末梢神經 所以你就會無緣故 這邊癢 那邊癢 掛... 掛號... 你看... 我抓人家耶 我是都小腿抽筋很嚴重 而且是我女兒很小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陣子 就是常常小腿抽筋 然後是睡覺 我可能不小心換一個動作 太快 我就整個抽筋像被電電到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按摩 然後伸展都沒有效 我後來就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就真的很痛嘛 然後我就站起來 原地跳 跳50下 就真的可以 因為很痛 我改善了 我改善了 可以跳 你就不要管它 一直跳... 會更嚴重嘛 對啊 跳完就很好睡 因為就不再抽筋了 沒有 那個時候我在當啦啦隊 然後白天又在展場工作 就穿很高高跟鞋 然後就跟我媽講說 為什麼我腳這麼會抽筋 是不是有遺傳疾病 她說沒有啦 妳就是還在長高 然後我... 妳在長高 妳在長高 妳在長... 不讓我啦 後來我女兒就是有一次寫作文 就寫說 我覺得我媽媽半夜很奇怪 都會起來跳聲 其實我很害怕 然後不知道 老師可以幫我跟我媽媽媽 中邪 中邪 大我意思 半夜還會踢擋啊 真的啊 真的會要贏喔 她說晚上在跳跳繩 跳那個大會操 我就問她說 妳幹嘛不告訴媽媽 她就以為妳是殭屍 她在講什麼 她很怕我叫她一起運動 這是什麼話 沒有故事 其實抽筋 它有分整個系統性的 大範圍的 或者是局部的 那當然妳說 如果是全身的那一種的話 可能就是跟妳流汗 電解質失衡 或大家覺得什麼缺鈣 肝腎機能非常差的病人 糖尿病 甚至高血脂沒有控制很好的病人 尤其是高血脂的病人 她常常會覺得肌肉非常非常緊繃 那局部的部分呢 有可能就像妳早上站展場 然後肌肉過度疲勞 站了那麼久 乳酸堆積很嚴重 然後妳變成就是說 妳也沒有很好的一個 進出的這種 代謝的這種狀況 所以它就累積到妳半夜的時候 它就爆發起來 妳就造成局部的一個 抽筋的一個狀況 我自己的案例 是一個3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大概10年前 開過假裝線抗筋的刀 那也都沒有像妳講的 這種抽筋的狀況 就是大概10年過後 來找我看的時候 她覺得說很奇怪 她最近開始有一些 抽筋的一個狀況 而且抽到會非常痛 半夜痛醒 然後要這邊坐很久 然後要在那邊熱敷很久 才會好 她就覺得 她會不會是有什麼 很奇怪的一個病 那結果後來 我們把它抽鈣離子 真的是有低一點點 正常的鈣離子 到8.5到10.5 它就在7.8那附近 那7.8那附近也不至於就是說 會讓妳抽筋抽得這麼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鈣離子的代謝 跟我們的肌肉量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這種運動 有很大的關係 那她現在30歲 她剛好快要結婚了 那她要結婚的時候 她為了自己的身材 她就非常的克制自己 要吃清淡一點 而且會刻意的去做 劇烈的運動 去讓自己趕快體態瘦下來 那因為聽她的內容 就吃一些青菜那些東西 清淡結食的時候 你的蛋白質的攝取量 跟鈣質攝取量降低 第二個她選擇的運動 我們常常講 要增肌減脂的運動 不是去跑馬拉松 什麼很劇烈那一種 但是她選擇去跑那一種 那一種其實很劇烈的 大量流汗的運動 其實她第一個消耗的 就是肌肉跟水分 那她沒有好好把它 補回來的時候 她只是看到她的棒車 一直下來她就很高興 結果就造成 她現在的鈣離子的狀況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之前開過 甲狀腺的病人 其實偶爾也會因為 年紀越來越大的關係 她的副甲狀腺 供應的血管 有的人也會慢慢的 一個退化 這時候也會造成她 調節鈣離子的能力低下 所以這幾個東西 把它加起來之後 就告訴她講說 第一個 你的食物必須要對 蛋白質 營養素也是要補充夠 第二個 你運動 你為了要雕塑你的體態 你要運動 不是一直選擇這種 大量的這種電解質流失 然後你又不把它補充回來 的這種運動 所以就是跳舞時下 是白忙一場 其實我覺得認真講 我們常常看到瘦瘦的女生 常常有高血脂的問題 第一個 你要去看看 你有沒有高血脂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像這種東西 跳一跳會好的 其實常常是 那這種東西 其實當你的肌肉量 夠多夠好的時候 其實你調節血液的供應 就會調節得很好 就比較少會有抽筋這種問題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